有一个人呢,他有一个人很贫苦,但是他的太太很美,非常美。 结婚了以后生了女儿也很美,但是不久他自己死掉了。 死掉了就是生在大海里面做个大鸟,鸟很大。 谁也是做了大鸟,他还想他这个女儿,没有说想的太太,就想他这个女儿。 他就感觉他女儿生活很困难。 那么他就每一天呢,夜间呢,从海里边呢,拿一个宝,拿一个宝,夜间就送给他。 他就知道他女儿在哪住,放在他女儿的门的后边,放在那里。 他女儿就是早上呢,起来开门呢,一看,啊,这上有个宝,有个宝珠,拿过去了。 心里面,什么回事儿不知道。 这个右眼就是这样子,不知道什么事儿。 那么第二天呢,当然到时候也是正常的生活嘛。 第二天,夜间睡觉,早上起来开门,又有个宝,在那里,一个宝珠,又打过去了。 就这样,那几天呢,心里面就感觉奇怪呀,怎么回事儿。 你说这天不睡觉,一定在一个门旁边有个隐,一个地方隐藏在那里。 看,这么回事儿出来的。 啊,天还没有光以前,看着一个大鸟啊,就飞来了。 就放了一个,又放了一个宝,放在那里。 哈,是这么回事儿。 他又把这个宝又拿回到屋里面,就发财了。 好,他心里想,这个大鸟,天天生生的。 把这个鸟抓住它,就去弄了一个大网啊,就放在那个旁边那个地方。 这个鸟一回来,一落下,就把这个鸟抓住它。 他心里这样想。 那么第二天,这个鸟又回来了。 这个鸟一在那里一看,有个网,这个鸟还不是傻子啊。 你看,你想抓我。 回头就飞完了。 从中以后啊,再没有爆了,再也不送爆了。 这件事啊,这故事就是完了,这件事了。 这件事是看出来什么事情? 看出来两件事啊。 人死了以后啊,是不断灭的。 就是,继续有生命存在。 但是什么生命不一定? 就是,他是做的大鸟。 啊,有的也可能在座人类时,这是各式各样的。 生命没有争断,这是一件事。 第二件事呢,父母对儿女的爱,就不得了。 所以,死了以后啊,还是意念她的儿女。 还是爱她的儿女。 当然那个鸟啊,我们在大批布萨勒,你以为有时间应该多啊。 大批布萨勒说到一些事情啊。 这个出生世界,你还是猪也好,狐狸也好,狼也好,老虎也好,大鸟也好。 多数有一点的许命通,还有一点踏心通,还有点深通的。 所以她还能够一年,哎呀,我的女儿生活很困难,她会来帮助她。 想办法来帮助她。 还是有这种爱。 所以做儿女的对父母,你不可以违背她啊。 你也应该孝顺她是对的。 不应该。 如果父母有的时候说真实话,喝着你,你不要不高兴啊。 你应该啊,欢喜地接受父母的教诲。 就算是如果你学义佛法啊,你父母不信佛。 你学义佛法,你的智慧可能是不同了啊。 但是对父母是随顺一点。 善巧方便地劝导父母信佛。 抱父母你才是对的。 所以说诱眼呢,实在是很可怜的境界。 所以她的父亲给她凶宝,她不知道,还不知道。 诱眼很可怜的。 所以我们应该啊,天眼也不是人们特别好。 应该求慧眼,求法眼,求佛眼。 你能努力地要修行才可以。